在这一边他要以X为那个主项 然后你可以看到X他出现多过一次 然后他又不能够加上来 他不是light term 他不可以加上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把X抽出来 他变成A加1 Factorize X出来 所以你的那个Chapter 2的 那个From 2 Chapter 2的那个Factorize OK Factorization 你那边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你来到这边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你的X等于2B除A加1 然后这一个他要以P为Subject 然后这一边他有Q为分母 所以我们乘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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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越 所以他会变成PQ加P等于Q带 我的P抽出来 Q加1等于Q带 然后P等于Q带除Q加1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的X超过一个 又不可以加减起来的时候呢 我要做的事情是跟他抽出来 Factorization 然后Z我跟他乘过去 所以我的XZ 然后这边乘出来等于YZ-Y² 我要的是Z 如果我把Z翻过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XZ-YZ等于-Y² OK这个呢 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呢 我有三个Terms 然后两个Negative的情况之下 对我来讲它就是太多Negative了 然后如果我有四个Terms 然后我有三个Negative的情况之下 它也是属于太多的那个Negative了 所以这样的东西我不允许它发生 所以我不要这样的做法 OK 我就不要换这个 我把这个翻过来 这个翻过去 所以我Y²等于YZ-XZ 然后我再把Z抽出来 Y-X等于Y² 然后我现在要的是Z 所以我的Y²除Y-X等于Z 所以我的Z等于Y²除Y-X 这个就是它答案了 好 然后这个它要的是R 所以我把那个 什么 Pi除下去 A per Pi等于R² 所以我的R等于Square root of A per Pi 这个就是它答案了